- 帶你們去看蘭蔻VIP的預購會 - 那我拉麗絲 身為蘭蔻的腦粉的我呢 終於可以跟大家說我用過全新的小黑瓶了 那昨天已經帶大家去參加蘭蔻的VIP預購會 你就可以看到其實現場就是有非常多優秀的組合 然後讓你擁有最划算的價錢購入到這些很棒的產品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個蘭蔻的全新超未來基因復活路的心得啦 那這一罐呢我已經用了至少半個月了 所以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這段時間使用起來的感受 那如果對這些蘭蔻家的明星商品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那自從我開始認真接觸保養之後呢 我對於早晚的保養真的一點都不馬虎 你也知道皮膚基底打得好才是王道 所以在這幾年的時間呢開始認真保養之後呢 我就有發現一個問題叫做保養停滯期 那什麼是保養停滯期呢 其實就是你用了保養品一段時間像是一季半年到一年的時候 你原本很有感的保養品突然覺得它好像已經沒有那麼好用了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撇開那些你一開始就覺得沒有感的保養品 我們是針對你覺得一開始很好用的保養品然後去做討論 其實呢會有這樣的停滯期也是一方面說你皮膚已經習慣這個保養品了 那這一罐蘭蔻的超未來基因復活路呢 就是要讓你打破這個保養停滯期 讓你打開肌膚的維生態 那什麼是肌膚維生態你就會想說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詞啊 其實肌膚就是由好菌跟壞菌組成而成的 那會隨著內外在的因素像是年紀啊天氣啊所在地區的氣候啊濕度等等的 會影響你肌膚的平衡 那如果你的好菌壞菌達到一個不平衡的狀況下 你的肌膚就會不穩定 就會造成老化、乾燥、敏感等等的問題 不過呢你現在只要有這一罐蘭蔻的全新小黑瓶 就可以讓你開啟肌膚的維生態 達到修護防禦穩定的效果 好啦那講了這麼多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保養的程序 一步一步來大家認識這些產品 那一開始要先講呢 就是我已經用到非常非常多罐 100ml的超進化基因復活路了 那這次超進化跟超未來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第一個可以從包裝上面開始認 是不是擦一個玫瑰 這個的話是超進化 它有玫瑰 超未來的話它的包裝呢 就沒有玫瑰的這個logo了 所以呢第一步如果你要認超進化跟超未來的話 可以從包裝的玫瑰來確認說它到底是哪一個 可是我在想啊以前叫做超進化 那現在叫做超未來 那之後是不是要叫超宇宙 好啦前面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全新小黑瓶超未來基因復活路 它只要一滴就能釋放3000萬的活性抑菌萃取 可以讓肌膚達到保濕 修護穩定 痰嫩皮膚細緻等等的效果 然後呢還有一個很優秀的地方呢 是它保留他們的這一個專利低管包裝 就是等於就是你這樣子喔 打開 它就吸取一次你所要使用一管的量 我覺得這個包裝真的超級超級方便 那首先呢就先取一管的全新小黑瓶呢 把它平均分佈在你的肌膚上面 然後呢開始按摩跟塗抹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精華液吸收的非常快 而且不會黏喔 然後反而是可以散發出一個保養品吸收的那個微光澤感 那你就會想說奇怪 那這個新舊小黑瓶的差異到底差在哪裡 對我來說呢我覺得全新小黑瓶再更滋潤了一些 因為之前我用這個小黑瓶的時候 我會覺得保濕度稍微不夠了一點點 我會使用到一管半到兩管的量 那現在的全新小黑瓶基本上我用一管就非常足夠了 因為我手邊有兩罐 所以呢在質地上面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是有差異的 那不是說這一罐小黑瓶不好用喔 只是比較起來它的滋潤度稍微弱了一點點 那它呢還是很好用 畢竟我已經回購過這麼這麼多罐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前導精華 或者是在面膜的裡面呢也加入一點點 甚至是比較乾的粉底也可以混進去一點點精華 我覺得它的使用性上面也是非常多功能的 只是呢現在這個全新的小黑瓶呢 我使用起來呢就可以把它當成一般精華做使用 因為滋潤度真的提升非常有感 那整個肌膚呢這樣子這段時間使用下來真的非常的穩定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到換季甚至之後會越來越冷 所以可以再多使用一罐小黑瓶來增加肌膚的滋潤度穩定度跟細緻感 那其實早在這一罐我在一年半前 對一年半至少快要兩年了 我就已經用過了 那當時呢我覺得比較沒有感 我有在思考說是不是因為我的年紀還不到 或者是整個肌膚狀態沒有到需要這麼這麼長效的產品 可是呢在這段時間我用下來之後我覺得這個小黑安瓶 它是厲害的 那小黑安瓶厲害的地方呢就是在於它的肌底修護活性配方 那可以改善肌膚的一些不穩定的狀況 像是泛紅、乾燥、皮膚粗糙、不穩定等等這些症狀 所以呢你在使用前必須先把活性注入到這個精華液裡面 你會看到這個活性注入之後那個藍藍的感覺真的超級療癒 重點是一瓶只能看一次 所以未飽新鮮呢 這一罐請在兩個月內用完 等於就是在短時間內讓你的肌膚回到一個穩定的狀況 並做一個急皺的安瓶 那因為我平常就已經有用全新小黑瓶了 所以呢在加入這個小黑安瓶之後 最讓我明顯感覺到就是剛好我用的時候是生理期前 那其實生理期前一周是我皮膚最容易粗糙 或者是冒痘痘整個就是 荷爾蒙開始要做一個變化的時候嘛 所以我的皮膚就會很容易粗 那個是鏡子看不出來 你必須用你的手去摸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皮膚粗粗的沒有細緻感 那我開始用這個小黑安瓶的時候是生理期前嘛 我在第四天之後 我就超級明顯感覺到我皮膚變嫩變細緻了 我嚇到欸 因為通常一定是過完生理期之後 你整個皮膚狀態才會回到一個穩定的狀態嘛 那沒有想到說我在第四天已經可以感覺到我的肌膚 像是我平常那樣子的狀態 我覺得很棒 然後重點是晚上用啊 我覺得整體的修護效果最好 因為在充足睡眠的時候呢 它可以讓你的肌膚達到一個完整的修護 隔天早上起來那個 喔 細跟嫩的那個感覺真的是很明顯 那再來這兩個其實是可以同時做使用的 如果你要同時做使用的話 可以把這個全新小黑瓶當作前導精華 那小黑安瓶就當作一般精華做一個強效急救的方式使用 那如果你只想單獨使用它當然也沒問題 你就把它當成一般的強效精華做加強就可以了 那這款小黑安瓶你不要覺得說 呃是不是因為只有晚上可以用這樣子比較好 不不不它其實早晚都可以用 妝前使用呢也可以給肌膚提升一個滋潤度 如果你剛好出國是在一個很乾的地方 或者是你現在皮膚真的處於一個很乾燥的狀況 可以拿它來做急救 我覺得上妝會很貼 只是稍微奢侈了一點點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晚上好好的用它 再來還有我們的靈魂之窗 這個怎麼可能不顧到呢 我們現在這麼長滑手機看3C 然後呢不管是學生還是上班族 用眼的時間都非常的長 不管是你要追劇也好 你要打報告也好 我覺得眼睛的保養也是要有的 那眼周呢我有個非常棒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超進化基因大眼睛翠 這罐其實我已經不只分享過一次了 我在文章裡面或者是其他影片都應該有分享過它 那它的質地非常的清爽 你這樣輕輕按摩啊 就非常好吸收 那也不會過於黏膩讓你的眼周長肉牙 所以呢它是早晚都可以做使用的 再來呢我最推的一個東西就是它裡面的這一個 360度彈力冰珠 為什麼說這個厲害呢 因為有它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冰珠在眼周按摩跟放鬆 你可以把你一整天的疲勞在這個時候做一個舒緩 那如果你早上眼睛水腫的話也可以利用這個按摩呢 達到一個消水腫的效果 如果你眼睛真的是比較脹啊 眼壓比較高的話會改善非常的多 再來第二個讓我驚豔的是 就是它的眼下細紋改善了 我真的覺得這一點很驚豔我是因為 我不是都會拍那個眼部細部圖嗎 喔我在用之前啊眼下這邊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細紋 我要去稍微修一下讓它整體看起來比較好看 可是用了它之後啊加上那個冰珠的按摩 我真的覺得那個細紋的那個深度啊沒有那麼的深了 我就覺得喔真的是有用有差 修圖就不會這麼累了我覺得很棒 再來第三個讓我覺得非常推薦值得大家使用的原因就是 它會讓你的睫毛變長跟變強韌 明明在生理期期間應該會掉一些眼睫毛 因為固定的一個生理週期嘛 可是呢我沒有想到說它的眼睫毛掉的數量比我平常還要少 再來就是我在夾睫毛的時候有發現睫毛的長度變長 而且夾睫毛的感覺呢 你就會覺得那個睫毛很堅固的在你的眼皮上面 就不會有那種很容易不小心啊夾斷了啊 拔掉了這個擔心的問題完全就不會有勒 我覺得這一罐呢可以同時讓你的眼周肌膚得到一個保養 又可以讓睫毛變強韌跟纖長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那昨天呢已經帶大家去參加預購會了嘛 我怎麼可能不跟大家分享預購會很棒的組合呢 是吧 首先第一個我要先推薦大家的組合呢 是這一個 它是超未來基因修護組 為什麼我會說這一組很值得推 因為如果你是想要剛嘗試保養品 然後想要入手看看 蘭蔻的家的明星商品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 它有一罐50ml的證貨 在這種7ml的全新小黑瓶 你可以旅遊攜帶的時候用 還有再加這你4ml的這個小黑鞍瓶 一樣外出的時候可以攜帶著用 我覺得這個組合真的非常的划算 為什麼我會特別講這個組合主要是因為呢 你只要在週年慶開打的第一天買這個組合 它就會送你一個這個 炫包 那這個炫包裡面呢 是有價值2000塊的產品 而且還會加碼抽20ml的小黑瓶 你會不會覺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有這些這麼棒的東西 還加這你一個炫包 然後還可以再多參加抽獎 我真的覺得 開打第一天就鎖定這個組合就對了 那如果你是用不太到眼部保養精華的話 你可以鎖定這個組合 極速基因修護組 那它主要就是一樣 50ml的全新小黑瓶再加上 20ml的證貨小黑鞍瓶 還會再送很多東西 如果你是想要加強臉部的保濕滋潤保養修護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這一組 我覺得這一組也是非常的划算 那相反的如果你是覺得 喔小黑鞍瓶我的年紀可能還用不太到 或者是我覺得 我只要使用到一般保濕就好了的話 可以試試這個組合 超未來基因大眼組 一樣有全新小黑瓶50ml的證貨 再加上這個20ml的大眼睛脆 然後也是送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些組合呢 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稍微挑選一下你適合的產品 但總之我覺得他們都送很多東西 就很划算就對了啦 記得一定要挑選自己用得到的東西的組合 我不要硬買喔 那今天的影片呢 希望有讓大家更了解 這一個蘭蔻的全新小黑瓶 以及他們的好夥伴 那如果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這影片按個讚 有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你買了什麼周性組合 也歡迎跟我一起分享 那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一些比較即時的美妝生活 穿搭或者是保養分享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尤其是Instagram那邊會比較即時的 有一些生活動態啊內容等等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人的設計 我們下一支影片 我們下一個人的設計 是